所以我們就要請我們劇中的演員 我們要來玩一個遊戲 既然我們是流氓蛋糕店 聽說你們剛剛有在後面演練了一下 這個拳叫什麼拳 小應 流氓拳 你會嗎 你要不要幫大家釋放一下 流氓拳有三種拳法對不對 對 就是 流氓 流氓怎麼比 流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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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流氓的感覺 然後呢 蛋糕嗎 蛋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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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糕啊 蛋糕 小熊啊 小熊 小熊啊 小熊啊 小熊 好 那所以呢 我們要來出問題了 你來幫我出第一題 還是我幫你問 你幫我問好了 好 如果說各位朋友們 昨天晚上有欣賞的話 那接下來這題也非常簡單 就是昨天晚上流氓蛋糕店 幾點播出的 好 那你要幫我們選出一位朋友 好不好 我們要選出一位朋友 好 欸 有人叫我 那我選他 這位朋友嗎 戴帽子這位嗎 好 來 請上台 來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好 請站到我們的小熊身旁 好不好 小熊身旁 來 小熊這邊 我在那裡身旁 喂 你們兩個先來旁邊 捨一下 等一下 好 那很多朋友 可能這個拳 不知道怎麼玩對不對 沒關係啊 沒關係 我們請 哪裡主角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不好 來 來 好 來 我們這位朋友 來 我們先站這邊稍微等一下 我們請 好 我們請這個 姚美跟藍正隆 我們可以示範一下 這個流氓拳怎麼玩嗎 可以嗎 好 來 來 來 那 剪刀 那個 藍正隆又想唱歌 對不對 剪刀 石頭 布 對 先猜拳 2件 布 好 預備 好 OK OK 麥克風也預備 好 來 好 來 要 一幾吧 もう一幾 すみません せーの 欸 欸 怎麼して 好 我們麥克風可能 輸了 輸了 所以這樣就 藍正隆就輸了 好 那怎麼辦 就謝謝就下去了 好不好 贏了才可以給你們餵蛋糕 不是啦 沒有來靠一下的 這樣子有正確示範 讓大家了解了嗎 好 這樣子有正確示範 大家了解了嗎 好 大家